美国宇航局将于7月30日发射下一代毅力号火星探测器 这是一个六轮机器人 其任务是部署一架V型直升机 测试未来人类任务的设备 以及寻找火星过去生命的痕迹 这项耗资24亿美元的任务 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50分 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 是美国宇航局第九次前往火星表面的旅行 这辆汽车大小的毅力号预计将于明年2月抵达火星 降落在一个深250米的陨石坑的底部 这个陨石坑是35亿年前的一个湖泊 科学家们相信这里可能存在着过去火星微生物生命的痕迹 美国宇航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丁 在7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是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带着明确的任务前往火星 在另一个世界寻找生命 火星探测车将首次尝试把火星岩石样本带回地球 用雪茄大小的胶囊收集材料 把它们分散在火星表面 供未来的取回探测车回收 这个概念探测车预计将把样本送回太空 与其他航天器对接 最终在2031年左右返回地球 毅力号上还载有一个重达1.8公斤的自主直升机 这是第一次在火星上进行动力飞行测试 布里登斯丁说 想象一下 有一天我们在火星上着陆了一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射十几架直升机 进行不同的发现 自从美国宇航局的第一个火星漫游者索杰纳于1997年着陆以来 该机构已经发射了另外两个火星漫游者 勇气号和机遇号 他们揭示了火星广阔辽原的地质情况 并在其他发现中发现了过去水行程的证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成功发射了三个着陆器 探路者号 凤凰号和洞察号 美国计划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根据其阿尔特密斯计划 在向火星迈出更大一步之前 将重返月球作为人类任务的测试平台